欢迎收听煮茶品读 感谢您的关注和点赞 今天和您分享散文 君子之交 淡而不腻 作者 梁石秋 朋友居五轮之末 其实 朋友是极重要的一轮 所谓友谊 实际人与人之间的 一种良好的关系 其中包括了解 欣赏 信任 容忍 牺牲 诸多美德 如果以友谊做基础 则其他的各种关系 如父子 夫妇 兄弟之类 均可圆满地建立起来 当然 父子兄弟是无可选择的 永久关系 夫妇 夫妇虽有选择余地 但一经结合 便以不再匹离为原则 而朋友 则是有据 有散 可合 可分的 不过 说穿了 父子 夫妇 兄弟 都是朋友关系 不过 不过 行事 性质 稍有不同罢了 严格地讲 凡是充分具备一个好朋友的人 他一定也是一个好父亲 好儿子 好丈夫 好妻子 好哥哥 好弟弟 反过来 亦然 我们的圣贤 对于交友一段 是甚为注重的 论语里面 关于交友的话 很多 在西方 亦是如此 罗马的西塞罗 有一篇著名的 《论友谊》 法国的蒙田 英国的培根 美国的爱莫生 都有《论友谊》的文章 我觉得 近代的作家 在这个题目上 似乎不肯大费笔墨了 这是不是 书记之友谊 没落的象征呢 我不敢说 古之所谓 稳静交 诚意过高 非常人所能其极 如达蒙与皮斯厄斯 戴维斯与乔纳森 怕也只是 传说中的美谈吧 就是把友谊的标准 降低一些 真正能称得起朋友的 还是很难得 试想一想 如有银钱经手的事 你信得过的朋友 能有几人 在你蹭蹬失忆 或疾病患难之中 还肯登门拜访 乃至雪中送炭的朋友 又有几人 你出门在外之际 对于你的七十 弱习 肯加照顾 而又不照顾的太多者 又有几人 再退一步 平素 投桃报李 莫逆于心 能维持长久 与不坠者 又有几人 总角之交 如无特别厉害关系 以为为戏 恐怕很难在若干年后 不变成为路人 富兰克林说 有三个朋友 是最忠实可靠的 老七 老狗 和现款 妙的是 这三个朋友 都不是朋友 倒是 亚里斯多德的一句话 最干脆 我的朋友们啊 世界上 根本没有朋友 这句话 尽于 愤世嫉俗 事实上 世界上 还是有朋友的 不过 虽然无需 打着灯笼去找 却是像 沙里淘金 而且 还需要 长时间的洗恋 一旦 真著成了友谊 便会 金石铜肩 永不退转 大抵 物以类聚 人 以群分 臭味相投 方能 勇以为好 交朋友 也讲究 门当户对 纵不像 九品中正 那么严格 也自然 有个界限 同学少年 多不见 武林求马 自清肥 于 自清肥之余 还能对着 往日的旧游 而不把眼睛 移到眉毛 上边去吗 汉光武 容许 闫子林 把他的大腿 压在自己的肚子上 固然 事雅亮可风 但是 项子林之 毅然 决然的 归隐于 富春山 则 尤为之趣 朱鸿武 写信 给他的一位朋友说 朱元璋 做了皇帝 朱元璋 还是朱元璋 话 自管说得 很漂亮 看看 他后来之 朱禄功臣 也就不免 令人心计 人的身心构造 圆是一样的 但是 一入幻土 可能发生突变 孔子说 无有不如己者 我想 一来 只是指品学而言 二来 只是说 不要结交 比自己坏的 并没有说 一定要我们去高攀 友谊 需要两造 假如双方 都想结交 比自己好的 那就永远 交不起来 好像是 王尔德说过 一个男人 与一个女人之间 是不可能 有友谊存在的 就一般而论 这话是对的 因为 如有深厚的友谊 那友谊 容易变质 如果不是 心心相应 那又算不得 是友谊 过忧不及 那分级是 很难把握的 望年交 倒是可能的 尼横 年未二十 孔荣 年已五十 便相交友 这样的例子 始不绝书 但似乎 以同性为限 并且 以我所知 望年交织 形成 固有赖于兴趣 之相近 与互相之气赏 但年长的 一方面 多少需要 保持一点童心 年幼的一方面 多少需要 显得几分老成 老气横秋 则令人 望而生畏 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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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 人且 必知 若美 单身的人 容易交朋友 因为他的感情 无所寄托 漂泊 流离之中 最需要一个 一清 激素的对象 可是 等他有 红袖 天香 柚子 喉门的时候 心境 就不同了 君子之交 淡若水 因为淡 所以不腻 才能持久 与朋友交 久而静之 静 就是保持距离 也就是 防止过分的亲密 不过 狭而静之 是很难的 最要注意的是 友谊 不可透支 总要保留几分 马克吐温说 神圣的友谊之情 其性质 是如此的甜蜜 稳定 忠实 持久 可以终身不语 如果 不开口向你借钱 这 真是 盖而言之 朋友 本有通才之意 但 这是何等 微妙的一件事 世上 最难忘的事 是借出去的钱 一般人 为最倒霉的事 又莫过于还钱 一千赦到钱 恩怨 便很难清算的清楚 多少成长中的友谊 都被这阿赌物 所戕害 规劝 乃是朋友中间 应有之意 但是 谈何容易 名利场中 沆泻一气 自己 都难以明辨是非 哪有余力 归劝别人 而在对方 则有良药 苦口 忠言逆耳 谁 又愿意别人 劈他的逆临 归劝 不可当着第三者的 面前行之 以免伤他的颜面 不可在他情绪 不宁时行之 以免 逢彼之怒 孔子说 忠告而善道者 不可择指 我总以为 劝善归过 是有益的 消极的作用 友谊之乐 是积极的 只有神仙和野兽 才喜欢孤独 人是要朋友的 假如一个人 独自升天 看见宇宙的大观 群星的美丽 他并不能感到快乐 他必要找到一个人 向他述说 他所见的奇景 他才能快乐 共享快乐 比共受患难 应该是更正常的 友谊中的趣味 谢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您关注我 也欢迎您到评论区留言 下期再会